新鮮鸡蛋下油鍋炸到半熟 另一頭搭著雞腿裹粉炸到金黃酥脆 還不到用餐時間客人一個接一個上門 全衝著這50元便當 是滿便宜的啦 菜色也不錯啊 便宜又大碗 就連食品大廠黑松都是做上課 背後的老闆從小學徒穩扎穩打 才衝出好成績 本來只是小投資啊 然後結果後來就是自己接下來 姐弟都一起投入然後下去 這樣也可以節省人事成本 然後等於自己賺工錢 四姐弟一起固定 節省人力成本 當然還有一套省成本的SOP 都是很固定的廠商在配合 所以說我們在菜的部分 都會保持它的新鮮 但再怎麼省三樣配菜 煮菜和白飯 再加其他開銷 賣個便當 賺不到8塊 不想吃便當 還推出炒麵 任選三樣配菜 同樣只要50塊 來樓哥 謝謝 就算開在台北京華地區 老闆堅持hold住銅板架 物價飆漲時刻 幫客人審核喔 東三三新聞小韓雲家豪 台北報導 辣椒不穿市場 dü的水魚 放大梓桂 simplemente喝 Cobo 再進把蝦巴 好 手 那 거는